哈喽小欧说宝宝们 大家新年好呀 春节你们在家有没有吃好吃的 玩好玩的 最重要的是你们有没有在家认真的护肤 我以前一拍戏的时候 其实经常会偷懒 就是没有涂防晒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不是说出外景 有的时候就是内景的时候我就懒的 我就没有涂 但其实我们拍内景的时候 它那个光强光打下来 其实特别伤皮肤 哎一个人懒 还有一个其实我以为 只要我好好的就是补水呀 然后充分的补足水分 我的皮肤就会慢慢慢慢自己痒回来 但其实呢我就是进了一个误区 后来有一次我的化妆师告诉我 你想要让肌肤又白又亮又通透的话 在补水的同时还一定要做好美白 因为美白才是核心 他之前就推荐了微博这个 胶运师光芒小次品 是不是超级可爱 其实他们家有很多明星产品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这个光芒小次品也是明星产品之一啦 那里边就是有一个成分叫做 淘金阳精脆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名字 就是说它这个成分可以提高肌肤的代谢能力 然后达到美白的效果 普通的美白精华 它能够解决黑色素的问题 那其实呢是比较被动的 那这个光芒小次品 它是在击退黑色素的基础上 可以提升肌肌细胞自身的一个抓痒能力 你知道就是怎么给你解成抓痒能力 它就是像把它这个养分抓去过来 然后可以喂给肌肤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肌肤主动的呼吸 然后从而加强肌肤的这个弹性啊 活力让我们看的皮肤非常的年轻 而且就是表现出来的状态 就是那种透白水润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不是那种很稀的精华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厚度 但是呢又很容易推开 然后也很容易让皮肤吸收 最推爆 然后也是那种很淡的香味 就是闻起来会很舒服 就每天 就我反正我睡前啊 就是涂这个金黄 就让整个人觉得哇 就蛮清新的感觉 像我自己就会比较喜欢用加温的方式 来提升精华的吸收能力 就是 你看 挤上去 然后这样 搓 然后再掌心回温 好香 然后这样轻轻的按摩在脸上 我自己用的这个小资品 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自己感觉就是这个皮肤 它是有那种肉眼可见的透亮 因为我真的 我今天我现在已经卸了妆 但是我觉得我的皮肤还是有点 这种透透的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白看上去 不是假白 是一种透透白 就是自然而然的健康光子 我觉得这种自己肌肤透出来的润量 是显得气质也会特别好 所以说美白真的要提前做好 这样我们才可以美美的迎接 2021年的夏天 好啦 小杨说宝宝们 美白产品用起来 让我们一起越来越美 下次见